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的管理之下 齐国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市农工商也都飞速发展 春秋霸主的气势呼之欲出 那么 观众究竟为齐国制定了怎样的称霸蓝图 作为齐国的最高统治者 齐桓公又是否能够真正做到 亲贤臣而圆小人呢 山东大学班伯父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国军师第一部 第十集 春秋手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齐桓公很喜欢向管仲讨价 有一次 他问管仲 治理国家的时候最担心什么 管仲回答说是老鼠 齐桓公很识不解 管仲就向他解释 社坛里面有很多老鼠 在神像里面穿行 一群一群的 因此又被称之为是射数 这个老鼠很是讨厌 棘手之处是很难彻底被消灭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神像是木制的 而且外边又涂有一层泥灰 如果在消灭老鼠的时候 用火烤就会烧坏木头 用水罐就会焦坏涂层 所以射数一直没有办法被彻底地消灭 就是因为那一个高高在上的木制神像 讲到这儿 齐桓公就若有所思了 管仲给他讲 君主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对外作威作福 对内就相互勾结 所以他们就是国家的射数 除此之外 国家不仅有射数 还有恶犬 齐桓公问什么是恶犬 管仲就给他讲 原先宋国有一个卖酒的 酒很香醇 老板和伙计的服务态度也很赞 从不缺金少两 可是却依赖惨淡经营 齐桓公说 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呢 管仲说 那是因为酒铺老板家里边养的狗啊 实在是太凶猛了 简直就是恶犬啊 引起了一片久有的愤怒啊 只要有人到他们家去买酒啊 就会被恶犬追咬 你说谁还敢去他们家买酒呢 这就是射属恶犬的故事 管仲说 主公啊 你身边就有这样的射属和恶犬啊 齐桓公听的是若有所思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管仲一语成谶 故事里边的事最后还真的发生了 感情当年管仲掐指一算 齐桓公一旦上位 还真就有此一劫啊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 怎么让齐桓公上位 成为那尊高高在上的神像 管仲38岁出任齐国的宰相 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 让齐国在短短的三年里边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用史迹的话来讲 就是通货基财 富国强兵 兵强马又壮 财大气又粗 此时的管仲啊 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专门找到了正在 安心打猎喝酒 快乐似神仙的齐桓公 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主公啊 您有多久没有和周天子 打过招呼了 齐桓公有点懵圈 他说周天子离我十万八千里 他在洛邑 我在林姿 如果不是重负您提醒 我都想不起周天子是谁了 管仲说主公 我们齐国现在家底饮食 打起价来还特别的生猛 但是呢我们要想称霸诸侯 就必须要尊重周王室 多和周天子打招呼 尊重周王室 我们凭什么尊重他呢 齐桓公啊很不理解 周天子的威信是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周庄王这个时期 就再也控不住下面的同学了 所以呢不论是外族入侵 还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战争 周天子都早已无力左右 可以说已经是形同虚设 有和没有一个样了 诸侯国呢对周天子 也是普遍奉行三不原则 也就是不汇报 不进贡 不搭理 因此齐桓公的眼里边 哪有什么周天子啊 他也没有办法理解 尊重周王室 尊重周天子 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于是他说 仲父 您专程跑过来 就为了这个事吗 管仲严肃地说 诸供 周朝四面都是入侵的蛮蚁啊 他们像豺狼一样 烧杀抢掠 毫无人性啊 大周的诸侯国虽多 但却是各自为战 一盘散沙 最后遭殃的 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啊 周天子虽弱 可他才是天下公主啊 我们七国现在实力很强 我们就应该带头 尊重周王室 主动站出来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诸侯 共同抵御这些蛮蚁啊 虽说周王室 更像是一个摆设 可确说我们齐国 在称霸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摆设 有了这个摆设 很多事情才可以名正言顺 这是其一 尊王还可以嚷一 保我华夏太平 这是其二 齐桓公一听 原来尊王和齐国称霸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不过呢 他还是有个疑问 于是他问 我们就这样去命令其他国家 他们能够理我们吗 管仲早就料到齐桓公会有此疑问 于是呢 他不慌不忙地说 主公啊 我们现在不是让齐国命令其他诸侯 而是通过尊崇周天子 以天子的名义 命令其他诸侯 这才是名正言顺啊 况且讨伐外遗 保我大舟江山 这可是大师大飞的问题 连大师大飞都拎不清的人 不教训他一下 还等什么呢 所以只要齐国站出来 其他诸侯国就不得不从 到时我们齐国不做大哥 谁做大哥呢 齐桓公一听啊 这一下子就忽然开朗 原来这就是尊王攘仪啊 于是哈哈一笑问道 仲父 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连姻 管仲斩钉截铁地说 从现在还没有夫人 正好向周王室求婚 只要做了周天子的女婿 您的人生从此以后 就将与众不同 孙众周天子 齐桓公有点不太乐意 可是孙众岳父 齐桓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何况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结婚这件事 齐桓公也是很乐意的 于是管仲就派西鹏 带了彩礼 前往当时的京城洛邑 去求婚 周天子呢 已经被诸侯冷落多年了 到了周庄王这一代 更是门前冷落安马西啊 听到齐国国君 这么看得起自己 周庄王是高兴的 何不拢嘴啊 立马就把自己的女儿给嫁了 就这样呢 齐桓公就顺利地成为了 周庄王的女婿 在管仲的谋划下 齐桓公成功地迎娶了 周庄王之女 从此之后 齐国成为了周王氏 名正言顺的代言人 这也让齐国迈出了 实现称霸的第一步 但是在管仲看来 要想在春秋乱世之中 号令诸侯 单凭周王氏的名号 是远远不够的 他接下来需要做的 便是帮助齐桓公 在诸侯之中树立起威信 恰逢此时 宋国国内发生了内乱 给了管仲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 那么此时的宋国国内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管仲又是如何借机 帮助齐桓公立威于诸侯呢 事实上 这是管仲让齐国称霸的第一步 也就是让齐桓公 成为周王氏的合法代言人 接下来第二步呢 就是能够利用发言权 获得天下的认同 齐桓公和周朝的公主大婚了 齐 宋 鲁三个国家重新修好 鲁国和宋国也是本着 友好互量的原则 进行了战俘的交换 鲁国就把俘虏的南宫长万 释放回国 这宋国的第一猛将南宫长万 历经了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逃了一命回来 可万万没有想到 国君宋敏公 从此以后却对他是冷眼相待 宋敏公当场就轻蔑地说 南宫长万啊 我以前非常尊敬你 可是你做过鲁国的囚犯 我再也不会尊敬你了 南宫长万啊 你也有今天啊 你就是个囚犯啊 南宫长万非常恼火呀 于是大副仇木 私下里边就劝宋敏公 君臣之间应该以礼相待 千万不要互相轻蔓 以免惹出事端呀 可是宋敏公却很是不以为人 他认为这都是不伤大雅的小事 而且从此以后 他变本加厉 特别喜欢在人前开涮南宫长万 有一次呢 君臣二人饮酒对赌 输的人罚酒 南宫长万的运气不好 连输五阵 连罚了五杯 于是宋敏公又当众嘲笑 南宫长万是一个囚犯 输急了眼的南宫长万 借着酒意一言不合 就破口大骂呀 他说你这个昏君 你只知道我是个囚犯 你可知道囚犯也会杀人呢 于是大力士南宫长万 一拳打死了宋敏公 接下来就索性 大杀四访 干脆造反 剑一个灭一个 连宋国的右主和宰相 也纷纷死于非命 宋敏公为君啊 不够宽容 不尊重下属 导致祸从口出 以致国破人亡 可以说呢是咎由自取 领导干部 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修养 千万不要出口伤人 像南宫长万这样的将才 本来可以好好的报效国家 然而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仅仅以下犯上 而且呢是滥杀无辜 最终 兵败被杀 累及父母 南宫长万是一个大孝子啊 最后让自己的老母亲 和自己一起兵败被杀 真是冲动是魔鬼啊 所以领导要学会给下属面子 下属呢要学会给领导台阶 这何尝不是做人的智慧呢 现在的问题是 宋国的国君和右主都没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了 于是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就摆在了管仲的面前 公元前681年 管仲准备以七国的名义 召开一次诸侯代表大会 正式册封宋敏公的儿子 公子玉岳 继任宋国的国君 同时借此来树立齐桓公的威信 于是在管仲的建议下 齐桓公借助周王氏的金字招牌 以周庄王女婿的身份做动 在齐国的北姓 邀请东周列国会盟 商讨安定宋国的大事 齐桓公呢和管仲 提前来到北姓 然后搭起了三丈多高的祭台 同时中间设了天子之位 到了惠门当天 来的国家只有四个 也就是宋 陈 蔡 朱 四个国家 其中呢 陈 蔡 朱 三个国家是小国 由于害怕得罪齐国不敢不来 而公子玉岳呢 也就是后来的宋桓公 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接受天子的策锋 能够在宋国继位 北姓惠盟呢 是由齐桓公主盟 最终以周天子的名义 任命公子玉岳成为了宋国的国君 他不仅是春秋时期 第一个诸侯召集 并且主持的会盟 而且呢 也是齐国在称霸之路上 迈出的非常坚实的第一步 其实当时很多诸侯国 都在受邀范围之列 可是都没来 像鲁国是个大国 平时也很硬气 多来也就算了 可是呢 在齐国和鲁国 两个国家之间的 小国随国也没来 为了树立威信 管仲决定杀鸡敬猴 以不参加北进会盟为由 去出兵讨伐随国 接下来啊 不费吹灰之力 齐桓公呢 是率师灭随啊 并且借此 向鲁国施加压力 可是鲁国呢 刚刚在去年先后 两次战败齐国 自然是不会轻易就范 于是齐桓公再次亲征 这一次呢 由于由管仲作为军师 所以说呢 是三战三截 这齐桓公的过人之处啊 是天真 看来这江小白不仅喜欢打猎 打仗也是很上瘾啊 管仲主导的财富之战 令齐国国力强盛 军事实力激增 当再次面对 昔日的强敌鲁国时 管仲的御敌策略 也发生了转变 从再三避战 变为主动进攻 在这一次 征伐鲁国的 随军作战中 军师管仲 更是把自己的 军事指挥才能 发挥得淋漓尽致 屡战屡胜 秉峰直指鲁国都城 那么面对大兵压境的 危险局面 鲁庄公又会做出 怎样的反应 而鲁庄公的过人之处呢 就是 使实务者为俊杰 他迅速派人啊 向七国求和 而且主动放下身价 能够跑到七国的国内 在科帝和七桓公之间 举行会盟 渐渐的各国的诸侯 都开始侵赴七国了 从此以后 实力弱小的诸侯国 哪里还敢不听七国的话呢 管仲的国际外交策略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 胡萝卜加大棒 齐桓公继位以后的第二年 就挥舞着大棒 出兵灭了谭国 以报当年 谭国的驱逐之仇 齐桓公呢 继位以后的第五年呢 又挥舞着大棒 灭了隋国 原因是隋国不参加北姓盟会 接下来呢 齐国就高举尊王攘仪的大旗 继续狂刷存在感 公元前679年 在管仲的谋划下 齐桓公先后两次 在捐地会盟诸侯 那参会的国君呢 也共同推举齐桓公成为盟主 公元前678年 齐桓公呢 又召集八个国家在幽地会盟 大家呢 是煞血为盟 共同推举齐桓公成为天下盟主 当然了 齐桓公这个盟主也不是白当的 他也必须以盟主的身份 去摆平天下的问题啊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可是啊 周朝当时啊 是内忧外患啊 内有诸侯歌剧 伟大不调 外有啊 遗敌来犯 遍地狼烟 于是盟主齐桓公就高举尊王攘仪的大旗 开始了他的南征北战 首先呢 是公元前663年 山戎啊 侵犯燕国 燕国告急 这救急如救火呀 齐桓公和管仲 决定率师单独去救燕 在军师管仲的谋划下 齐国的军队呢 是挥师远征 大破山戎 值得一提的是 在回来的路上 由于北方冬季 风大埋众 齐国的军队啊 就不知不觉迷了路 管仲啊 却不慌不忙的 让士兵们解开了几匹老马的缰绳 然后呢 大军紧随其后 很快就找到了返回齐国的大陆 从那个时候起啊 就有了一个成语 叫老马师徒 北伐呀 齐开得胜 这可是中原各国 春秋时代对夷敌国家 压倒性的第一次胜利 接下来呢 就是西征 公元前661年到公元前660年 宜迪先后侵略了刑国和魏国 齐国呢 军事发兵来救 而且呢 又帮助刑国和魏国复国 这就是历史上的旧刑存位 刑国和魏国上下 对齐桓公啊 是感恩太德 老百姓更是齐声赞扬 伟大的齐桓公啊 然后是南晋 春秋时期 陆陆续续出现了140多个诸侯国 齐桓公称霸以后呢 大多数的诸侯国都听令于齐国 或者给齐国面子 只有楚国不以为然 不仅如此啊 强悍的楚国先后兼并了 40多个诸侯国 让自己成为了春秋前期 南方的头号强国 而且呢 渐渐的楚国有了脱离周王室 自立为王的想法 公元前657年 楚国悍然出兵侵犯郑国 在管仲的谋划下 齐桓公啊 亲自率军 带领了八个国家的军队亲征 最终呢 让楚国臣服 和平收场 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 打击了楚国的嚣张气焰 也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就这样 到了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在魁邱大会诸侯 这次刚刚即位的周天子 周湘王也派代表参加 对齐桓公呢 是极尽表彰之能事啊 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 诸侯会盟以来 最为盛大的一次 这也标志着 齐桓公的霸业 达到了顶峰 齐桓公与管仲 这对军臣组合 历经多年的打拼 终于实现了齐国称霸的梦想 春秋武霸始于齐桓公 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 成于大国军师管仲 就这样 从公元前681年的 北姓盟会 再到公元前645年的 母丘之盟 齐桓公呢 总共是九次会盟诸侯 其影响力之大 就连史记也指出 兵车之会3 乘车之会6 九和诸侯 一筐天下 兵车之会3次 乘车之会6次 齐桓公一共 整整通过九次会盟 让天下平定下来 作为大国军师 管仲不仅让本来 贫弱的齐国 国强名副 而且呢 成功地抵御了 外族的入侵 保护了华夏文明 就连孔子也发自内心地感叹 唯管仲 武齐批发左任意 如果没有管仲 向齐国而安天下 我们华夏文明 就会当时由于受到 外族的入侵而消枉 我们就会退化成为 披头散发 衣服所穿的野蛮人了 可是慢慢地 齐桓公对召集诸侯国 开会上瘾了 他非常享受那种 众心拱跃 无数人给他拍马屁的感觉 他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他想去泰山风扇 也想能够被封为齐王 甚至还想要居邻天下 然而这些想法 都被管仲无情地否决了 为什么呢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管仲姓什么呀 管仲姓姬呀 这可是周王氏的姓啊 管仲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自己的身份 也没有忘记过 尊王攘仪的真正目的 作为周穆王的后代 管仲是骨子里边 忠于周王氏的 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 尊重周王氏 而不是取而代之 他追求的是 安定大洲的江山 保护大洲的子民 让周王氏重新建立权威 让天下的诸侯 尊而贵之 福而强之 这才是管仲的终极使命 所以管仲不仅仅是 齐国的管仲 更是天下的管仲 诸葛亮后来如此地崇拜管仲 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不知不觉间分别的时间来了 公元前六百四十五年 就在九和诸侯 最后一次的母丘之盟以后 管仲终于爬不起来了 时光荏苒 管仲不知不觉 已经在齐国 当了四十多年的宰相 死时的齐国 早已是国泰民安 国强民富 然而管仲呢 却也是身患重病 垂垂老矣 这一天呢 病居家中多日 已经是年逾七旬的管仲 被家人从睡梦中叫醒 此时的齐桓公 已经是坐在了管仲的病榻前 非常关切地问 仲父 您的病好一些了吗 望着寿谷临寻的管仲 齐桓公啊 是潇然了一下 他握住管仲的手说 仲父啊 寡人来晚了 我没想到这次 您的病这么重了 管仲紧紧地握住 齐桓公的手 苦笑了一下 齐桓公关切地问 如果仲父不幸 而久病不遇 那么齐国的大事 可以托付给谁啊 出人意料的是 管仲没有说话 齐桓公就继续问 豹树牙怎么样啊 管仲这一次说话了 主公啊 豹树牙绝对是一个 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即使把一个千圣大国送给他 他也绝对不会收下的 可是主公切记切记 豹树牙绝不可以脱以国家大政 齐桓公十分不解地问 为什么呀 管仲就说 其为人也 好善而物恶以甚 见一恶 终身不忘啊 说豹树牙是个好人啊 但是这个人的优点是正直 缺点是太正直 豹树牙善恶太过分明 见到别人一个过失 就会终身不忘 坐载巷嘛 肚子里边要撑得开船 从这点来看 豹树牙不合适啊 齐桓公叹了口气就问道 那谁合适呢 管仲说西鹏吧 他眼光长远 而又不止下问 做事谨慎 又能够量力而行 即使在家中 也经常去思考国家大事 将来能够让七国 国家安定地 非他莫属啊 说到这儿 管仲突然间是大发感慨啊 上天生下西鹏 本来就是我管仲的喉舌呀 现在我管仲的身子就快死了 喉舌难道还会长久吗 说到这儿 管仲再次紧紧地握住了 齐桓公的手 他说主公 老臣自知 这次病重不治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 放心不下 齐桓公立刻意识到了 这很可能就是管仲的临终遗言了 于是他说 重负啊 您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祝福我吗 管仲的表情凝重起来 他说主公 您要想获得善终 就要在我身后 赶走身边那三个小人 齐桓公心中一惊 什么 三个小人在我身边 我怎么不知道呢 管仲口中的这三个小人 就是易牙 公子开方和树雕 这三个人呢 也是齐桓公晚年 最宠爱的三个人 被称之为是桓公三宠 这易牙的名字啊 叫雍巫 这个人是齐国的特级厨师 易牙的菜美味冠绝天下 深受食客好评 以至于后世 把搓一顿称之为是易牙祭 时间长了以后 就慢慢慢慢变成了打牙祭 你说这易牙的菜好吃不好吃啊 可是呢 有一次 齐桓公啊 在吃易牙的菜的时候 喝得比较多 然后呢 就随口说了一句话 他说呀 天下美味 我都已经吃遍了 这唯独没有吃过的 就是婴儿肉了 这本来呢 就是酒后胡说 可是呢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易牙就把这句话 给默默地记下了 而且到了第二天 易牙就把自己三岁的亲生儿子 给争了以后 献给了齐桓公 你说这个人恶毒不恶毒啊 这公子开芳呢 为了侍奉齐桓公 千里迢迢地从魏国来到齐国 十几年不见自己的父母 齐儿 而且就连自己的父母去世 也没有回国奔丧 还到处扬言 父母齐儿如粪土 齐桓公啊 感动得是无话可说 还有树雕 为了一辈子伺候齐桓公 居然手起刀落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太监 而且啊 还四处号召别人 向他学习如何自残 这三个人呢 作为桓公三宠啊 那是深得齐桓公的宠爱 齐桓公啊 把他们当作是自己 忠心耿耿的下属 怎么可能会 说驱逐就驱逐呢 如今管仲让他驱逐 他自然而然是无法接受啊 齐桓公说 仲父啊 一牙把他的亲生儿子 争了给我吃 他对我多好啊 不 主公 虎毒不食子 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可以杀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管仲冷冷地说 开方呢 他可是放弃了 魏国的太子之位 父母去世了 都不回国奔丧 他对我可是赤生一片啊 不 主公 百善孝为先 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 都可以抛弃 还有什么不能够背叛 管仲一听就没好气 齐桓公接着说 树雕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个人为了伺候我 居然把自己 变成了个太监 不 主公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回损 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惜 他还能够去爱惜谁啊 他还能够去在乎谁啊 管仲可谓是一语重地啊 齐桓公这一次是无话可说了 他陷入了沉思 两久之后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他问道 仲父啊 这三个人在我的身边 已经很长时间了 为什么你以前不让我驱逐他们呢 管仲淡定地说 小人如洪水 沉如堤坝呀 我以前不说 那是因为他们可以让主公开心 只要大坝在 洪水又有河防呢 现在老陈就要走了 洪水随时要泛滥了 所以说我才提醒主公 务必要驱逐他们 齐桓公彻底无语了 这就是牛人 管仲走了 这批识途的老马累了 他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管仲一生七十多个春秋 从穷困潦倒到慰籍人臣 从千夫所指到大国军师 可谓是低开高走 波澜壮阔 公元前六百四十五年 大国军师管仲 与世长死 享年七十八岁 回首一声 管仲最值得夸耀的 并不是那高居庙堂的辉煌 也不是那惠蒙诸侯的气魄 而是他以尊王攘仪为目标 让大洲江山更加安定 让天下百姓得以远离战火 他是人们眼中智慧的化身 对内大兴改革 富国强兵 对外尊王攘仪 九和诸侯 他更是驻齐桓公 一跃成为春秋霸主的 古功之臣 春秋第一象的称号 管仲当之无愧 而他的思想 也被后世总结成 管子一数 永世流传 那么在管仲走后 谁会接替他成为齐国的新任宰相 失去了管仲的齐桓公 晚年的境遇又将如何呢 请继续收看大国军师第一部 第十集春秋首霸 管仲死后 齐桓公虽然万般不舍 还是按照重负的要求 赶走了身边的三个小人 并且让西鹏接替管仲 做了宰相一职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十个月以后 西鹏也走了 齐桓公又想起了 自己的老师鲍书牙 于是他再三邀请 鲍书牙也在半推半就中出山 终于做了一回宰相 然而正如他的好朋友 管仲所想的一样 鲍书牙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 他的优点是政治 他的缺点是太政治 他过于清高的缺点 很快就暴露出来 他看不惯这个 看不惯那个 齐桓公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郁闷 只要鲍老师在身边 幸福指数就会那么差 于是他就想起了 被自己赶走的三个小人 齐桓公编了个理由 编了个花样 把三个小人又请了回来 这下把鲍书牙气得够呛 于是第二年就连气带病 也走了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管仲 西捧 鲍书牙三个人都走了 齐桓公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真是取忠人散的 而此时易牙 树雕和公子开方 为了让自己拥护的公子上位 他们最终决定害死齐桓公 他们把齐桓公囚禁在宫中 然后又把宫墙累到三丈多高 再排位时把外边给堵起来 就把齐桓公变成了一个 真正的孤家寡人 就这样孰久寒冬 曾经是一代霸主的齐桓公江小白 活活地饿死在囚室里 死后居然无人安葬 现场惨不忍睹 事后有人在齐桓公江小白的邱氏的墙上 发现了一行文字 悔不听仲妇言 仲妇啊 后悔没有听你的金玉良言啊 齐桓公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定不止一次在心中重复着这句话 其实管仲当年坦言治理国家 最担心的是涉属恶犬的时候 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了这种隐忧 否则就不会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 还要谏言齐桓公 务必要赶走自己身边的三个小人 而且呢 这种涉属恶犬 绝不仅仅是治国之患 也是治理任何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心头大患 领导干部管好自己身边的人 绝非小事 也成非义事 一旦领导由于疏众 导致自己身边涉属泛滥 那么领导治谈酒怎么可能会不酸 而周围又怎么可能不会千疮百孔呢 因此领导应该特别注意管好自己身边的人 千万不要让他们因为领导宠溺和失去监管 变成涉属恶犬 而面对自己身边已经变成了涉属恶犬的人 也必须要能够去毫不犹豫地忍痛割暗 甚至大义灭亲 否则就有可能会反受其害 所以领导者要自律 不仅要管好自己 还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 管仲去世一百多年以后 七国出现了一个宰相叫炎子 他仰慕管仲 效法管仲 继管仲之后让七国再次出现大志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他们二人 做了一篇合计叫《管眼列传》 管仲去世以后八百多年 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个人叫诸葛亮 他自诩是管仲最大的粉丝 而且最终成功地辅佐刘备 三分天下而有其一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赞他是 实质之良才 管硝之亚品 也就是说诸葛亮是治理国家 仅次于管仲和萧和这样的人才 管仲开春秋大国军师之先河 树后世大国军师之楷模 他的故事虽然讲完了 但是他的智慧却仍然在我们的身边 在群雄争霸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 无论是治国谋略还是军事智慧 管仲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一位 作为齐国的国相 军师 管仲用自己卓越的智慧与才华 尽心尽力四十年 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宏图霸业 岁月无痕 生命短暂 当那曾经的功绩与荣耀 早已随风飘散 当两千多年后的我们 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早已淹没在尘埃里的历史 管仲的智慧之灯依然在那里闪耀 时间不息 光亮不止